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论及数量和流传程度但难以与之相较 到了清朝 与此人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有一位女词人 再后是有着较高的声誉 她的诗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颇受各类鉴赏为著作的亲爱 她广为流传的名字叫做《贺双清》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也有学者考证是康熙五十二年及1713年 出身于长州金坛 一说丹阳人的一个世代雇名之家 她和她的词能够广为流传 多亏了史振林的《贺双清》散记 史振林与贺双清是老乡 曾在乾隆时期做过小官 她所做的《贺双清》散记中 详细地记载了贺双清的一生 因而后人对贺双清的了解主要基于《贺双清》散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没有人质疑贺双清其人是否存在 直至1929年 胡适首先质疑了《贺双清》散记中的记载真实性 并找出五点证据 力图证明历史上并不存的贺双清这个人 因为《贺双清》散记里并没有指出她的姓是魏贺 而只是趁其魏双清 其后才有人完整地提出了《贺双清》这一名字 自唐宋以来 清一般代至两类情况 第一是丈夫对妻子的称谓 第二是当二人兼有的特殊关系时 据此 已不是魏代表的一些人认为 贺双清只是个虚故人物 但也有很多学者立正贺双清确有其人 比如严迪昌先生 陆芳琴 他们的依据主要是对西清散记真实性的考证 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清散记不只是为贺双清而做 同时他也表达出了反清富汉的思想 总的来说 目前学术界对贺双清确有其人 可看法占大多数 有学者指出 贺双清的一生是十分悲惨的 他滋容秀丽 年少成名 却早早嫁给了一位秀性男子 据说他的丈夫面向丑陋 为人残暴 嗜度诚信 贺双清嫁给他后 每天要负担大量繁重的农伙 让他的身体质意虚弱不堪 因此 贺双清的诗词也具有浓厚的悲情 唐正过先生评价他道 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 也许只有清代女词人贺双清一人 他的作品中反映了下层妇女的悲惨世界 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劳动生活 因而被称为是农妇诗人 他的词作只存十四首 却向诗人展现出了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真实面貌 贺双清的词作所传达出来的含义 窥解起来有以下极定 一 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批判 从而流露对幸福生活的追仇 二 作为生在农村 长于农村的妇女 贺双清的词 摇毁了底层劳动妇女 忍痛劳作的煎熬 三 贺双清自幼便被乡里人称为财女 成年后的遭遇虽让他身心俱疲 但他的词里行间仍反映着村舍邻里间的人际关系 偶尔可见密道之音后的心系 因而有人评价贺双清的诗词是惯用理性 寓计深意 抒发感慨 是一术的展现 贺双清原本就体弱多病 在繁重劳作中身体状况愈来愈差 最终他染上越紧而去世 足年难以却知 参考文献 李金昏 贺双清研究宗论 常州公学院学报2004年017 邓洪梅 双清真伟考论 文学评论2006年067 李金昏 陶伟桥 清代女词人贺双清论论 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017 邓小军 于贺双清考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47 小编 契罗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胡宇州 杨培超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